資訊欣賞 資訊欣賞 首先非常感謝我們這個計畫 負責提供給我們一個 培育數位創新的 高民孤子 博物人才的培育計畫 另外一個創建的角度 利用大數據 結合跨領域的老師 從大數據的角度 培育學生具有國籍推理的概念 這本課程對於高福系的學生來講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的檢討課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學生一直都是 只有專精在我們的照顧觀念 那缺乏一些邏輯推理 那透過這樣一個跨領域的結合 幫助我們的學生 能夠以高齡扶子為主題 然後在一個人文方法 當作是一個核心 那幫助我們的學生 從專業的角度去導入實習跟實證 引導我們的學生 透過跨領域的一個結合 不同專業的一個討論 然後從不同的視野 然後大家一起去提供一些巧思 然後創新的一些設計 然後大家共同的發展這樣子的一個 科技的生活符據 然後來解決我們高明的一些生活的問題 在課程裡面 我們還安排學生能夠到我們實際的一個場域 讓學生除了在大數據的一個分析資料之外 然後甚至於大家一起 這樣一個跨領域的結合 再到我們的實際場域呢 去進行一個實務的一個實證 那這樣子的話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分析跟實證的結果 那再讓同學們再去討論 再去製造出 引發我們一個新的一個創新的一些復據 能夠幫助我們高年的一個老人家 能夠提高他的一個福祉的生活 好 그러면我們先來去抓走 好 我們先來去抓走 然後再踏在是 有關 我們來吃 好 所以 by bwd6 guitar solo guitar solo 其实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大数据的一个训练 然后呢让他们有一些具有一些大数据的一些视野 还有一些我们科技生活训练的一些技术 我们这门课主要是数位化长期照顾实物学习与实作 那么这门课主要主要主要是在跨领域 而且现在又是在进入所谓大数据的时代 所以我们这门课呢在我所负责的部分 主要是在介绍不同领域的学生 给他们有这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同时呢再介绍一个分析的工具叫做R这个语言 那让同学知道怎么样从收集到的资料把它汇入到电脑里面 那怎么去做资料的整理清理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视觉化的分析 那么让不同领域的这个同学们呢 在组成一个团队之后呢 那能够根据他们自己本身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受过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分析的结果里面呢 再去讨论出来他们要更进一步 怎么去做一些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童老师在程式方面就教了我们很多怎么样去用程式语言下去统整一些大方向的数据 然后把很多笔G by P的资料用程式语言下去做一个很快速的整理 然后可以应用在一些统计学啊或者是一些数据的收集方面 像在一开始在学R程式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是一款统计跟资料分析的东西 那以前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专业的东西 然后去做分析跟统计 那在学习上是觉得是比较困难一点 但就是老师都很认真然后都很用心的在教我们 慢慢的学习对这个程式的使用上也是有比较初步的一些了解这样 对觉得就还不错 其实大数据就是未来的虚实 那在大数据的这方面我觉得可以跟老年做结合是因为 其实很多的慢性病我们都还是没有办法去解析得很完整 而且在老年这一块我们很麻烦的就是我们需要做整合药物啊 或是整合病症这些东西 那我们希望 我是希望可以透过大数据让我更加了解如何 能跟老年做结合 然后去做更好的完整度的老年生活的计划这样 那希望呢透过这些的我们学生的一些整个跨领域的一个合作 那希望学生呢都能够利用大数据 还有数位囤积的工具 再导入我们人物关怀 那让学生具有逻辑推理还有问题解决还有实作一个能力 那帮助我们呢去开设一些高明教育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创新的服务 或者甚至于有些智慧的辅具 那提高我们未来帮你老人家的一些收获的品质 那在课程的安排上面 也因应的多元的学员的背景 所以我们从这个设计思考人的角度切入 让学生先去了解 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有高龄系的同学 所以我们透过高龄同学的一些对于这个高龄他们的问题的一些分享 还有各个不同领域同学收集的一些高龄的问题 从里面来做一些资料的分析 然后我们透过一些东西新的更化 一些通力的一些发想 然后来找出适合这个学习 然后做课程的提供 然后呢在学习中我们安排了夜师 有六个礼拜的夜师 来做这个课程的教学 那夜师过来 我们教了他们一些实作的部分 例如他有多新的制作 建源的设计 他们的开码等等 那对学生的期许 我们第一个当然 行用堂里都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学习如何在不同的领域中对话 我想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不同的领域他们讲出来的话 即便同的事情用的话语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高龄同学中 互相的学习 然后互相的第一次了解 第二个 希望他们的学会有功能合作 因为不同的学员还是不同的对系 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他们必须要找到适合的时间讨论 一起做作业 那这也是他们对他们的磨练 第三个 在这个作品的过程中 不同领域只能把他们的专长 应用在同天作品上面 一起付出自己的专长 一起努力 最后做成一件完整的作品 然后这是我们对学生的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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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這個課主要是以高齡為出發點 所以其實高齡系和其他系的都會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補助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其實這樣子分配下來我們是有互相去確實到的 電子系跟彩色系唯一的不同是 彩色系是會先想使用情境 對,他在想說我們使用者在使用部署上遇到服務 然後再針對問題的點去解決 然後我們電子系的話不一樣 我們先把可以實現的作品先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去想說這可以去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不行啊,就是改進啊 就是系統更新啊,對 然後可能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實現 那就尋求另外一個方法 要不然就是換另外一種方法 所以我們跟廠設系的思維就是有點相同 我們是先做再想 他們是先想再做 答案不只一個 有很多不同的思維可以去解決 可能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1 我可能只想要0.5 或是0.2、0.3 就要靠別人啊 告訴我們其他的 其他的 就是0點幾 然後慢慢撤回成這個部分 差不多了 OK 用我們的專業去跟別人的專業結合 來產生更新的,就是創新的東西 然後現在學期的話是歐老師他就是蠻用心的 就是他都會關心每一個學生的 就是學習的狀況 對,然後也會給一些意見 然後給你一個方向做大票數 那麼同時在這樣的一個跨領域的學習裡面 我覺得不同領域的這樣的一個同學 透過他們在互動 然後小組的討論過程裡面 常常會激浪出不一樣的一些結果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像這樣的這些 學習的過程 對他們來講應該是一個 幻然一心截然不同的一種學習的成果 那麼在他們期末的這樣的一個報告裡面 我從他們在做這樣的一個報告的製作過程 還有他們在做這個上台簡報的這樣的一個展現 我發現確實 跨領域的結合確實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過程 那我希望說在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他們未來以後跟其他的一個團隊 或跟不同的一個專業人才 再去做配合的時候 我想應該是提供他們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經驗 那這樣的一個學習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應該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幫助 那我想這樣的一門課 應該是對學生來講應該是獲益良多的 那這門課生在一開始我們其實是兩個學期的一個規劃 我們是一個一整年的規劃 那我們在上學期的課程裡面有提到的是 就是比較偏向的大數據資料 Beta Menu 還有一些介面的呈現 透過介面設計 將這些大數據的資料做為一個 比較讓使用者容易誘導的一個介面來呈現 另一邊打算借給我 instead香港女到達部分 就會比歐渡那些像 也因應松坦 Од次排隊 影片 們 truly猜送 不宜搭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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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級大廈的東西 使用的體驗 在旁邊坐坐KM 要不穿笑容器 其別的比65歲 正在導臺前後 站得總能夠做了 根據台灣市是在行為場地 進入十次 站導臺前後的 很謝謝老師們就是給我們一個就是可以讓那麼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同學們一起合作 然後學到不同角度看一件事情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在產品設計上面其實可以去注意到的點 用一種跟平常上課方式不太一樣的那種方法去學習 其實老師真的很辛苦 因為畢竟我們每一組基本上都是沒有碰過程式的同學們 畢竟大家是從各個科系來的 那老師最辛苦的是不但要教同學如何做 然後又要讓他實作而不是就是他單純的教而已 那這麼多個同學是老師最辛苦的地方 我覺得也辛苦老師了 我覺得這幫助還蠻大的因為像我如果不是學那個方面的人 那如果我提早接觸到那以後如果再做一些行政啊或者是一些業務方面那有相關 或許就可以利用說啊我曾經上過跨領域的課程 那可以講一下我大概了解到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還不錯 有關於這個計畫其實我們非常的高興在這個跨領域的過程裡面 其實其實除了老師們的一個討論 然後再加上學生的一個整合 然後再加上學生的一個整合 當然這中間非常多的謀合的一個過程 那從學生剛開始的一個大數據的一個像有關於R的一些訓練啊 然後再於我們的一個設計補具的一個大家的一起的共同的討論 然後這個整個的訓練過程 其實老師老師們也都是事先有經過一些討論 然後再引導 那當然透過這樣的一步一步一步的學生的引導 那我們最後有一些學生的一些成果的發表 那雖然有些還不是那麼的成熟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在整個的一個成果上面也許不如我們預期的理想 但是我們學生反映這樣的一個學習的過程 其實是有別於過去的一些單純的很非常枯燥的一些教學的一個過程 那學生也透過這樣的一個跨領域的一個經驗 也幫助他們能夠以後學會以後未來 能夠畢業的時候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多元的能力 跟比較不同領域的一些同事能夠進行的一個溝通的一個訓練的機會 所以再次還是非常感謝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培育我們的學生用不同的角度 然後來進行一些跨領域的一些創新教學的實務經驗 那希望未來能夠再有這樣的一個學習的一個計畫 能夠幫助我們的學生 能夠幫助他們有更寬闊的一個學習的領域 還有更寬闊的一些角度 然後來豐富他們的一個學習經歷 好 謝謝大家